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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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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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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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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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值得需要重視的事情 我們希望華航公司可以聽到員工的心聲 立刻改善他們的待遇 可是華航公司不但沒有這麼做 反而把當天公開發言的四位空服員 還有一位機師立刻處以停飛的懲處 這四位空服員都是工會幹部 其中兩位洪貝蒂跟蘇盈榮是常務幹事 沈家元跟張蘇元是幹事 停飛的機師楊光海先生 是機師職業工會的理事長 華航公司一下子把工會裡面最重要的幹部停飛 非常明顯就是在癱瘓工會的運作 以兼違法工會法第35條 只有一位被停飛的工會幹部來到現場 他叫做張蘇元 他今天能夠來到現場 是因為他在一個月以前 他就已經跟公司請好假了 剩下這五位工會幹部 剩下這四位工會幹部 今天想要請假來到現場 華航公司完全不准假 甚至華航公司還對其他的員工說 今天除了病假以外 通通不可以請 華航公司說這些空服員還有機師 不適合在執行飛行的任務 所以把他們調到地勤單位去 說他們不夠冷靜 不夠理性沒有耐心 其中有一位空服員叫做沈家元 他不但是民航局曾經公開表揚的優良空服人員 他在2010年的時候還擔任總統專機上面的隨機人員 Keep馬英九總統服務到海地震災 參加洪都拉斯總統的就職典禮 而這些人洪貝蒂跟張書元也曾經榮獲模範勞工 被停職的機師楊光海 去年也是公司的優良員工跟工會的模範勞工 所以顯然華航公司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可是我要讓社會大眾知道 這公司無法無天 他不只把我們員工不看在眼裡 他更把一般的大眾的性命放在哪裡 當你選擇一家航空公司的時候 除了票價之外 你們會考慮什麼 難道是因為餐點好吃 空姐漂亮來做嗎 安全 更重要的是一定是安全與遵守 年終獎金只是一個導火線 一個營收這麼大 屢創新高1500億的公司 卻不賺錢 到底是為什麼 更讓我們氣憤的是 這公司 他把員工 和大眾的性命 放在賭盤上 由於近兩年來 飛安貧船 到底還要犧牲多少人 才知道覺悟 當然公司這方面一定會講 我給你們的休息時間 一切合法 但是合法 合法並不代表人員不會疲累 更何況我們公司前科累累 每個月30萬的罰款 每個月30萬的罰款 最高的罰款 一直在罰 主因是什麼 超時工作 而且不光是我們空勤人員 機師 空服員 還有機場的運務同仁 和維修的大哥大姐 都是一樣 公司對於年終獎金 對他的整個績效應收 並沒有透明化 給的年終獎金只有兩萬塊 但是各位想想看 他的營業額有1500億 他們員工才9000人左右 但由此可見 他每位員工給公司 給公司的貢獻度 接近200萬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但是他們的年終獎金 卻是區區的兩萬塊 所以我們才在1月28號 大家來這裡 做過吃個尾牙 表達抗議 但是沒想到 這麼一個大的 中華航空公司 竟然對我們的工會幹部 做不當勞動行為的打壓 這家航空公司 是國家資產 是要全民來監督它的 一個國家的資產 經營到賺 營業額到1500億 你告訴我們 他是虧本的 他是沒有賺錢的 今天這裡的董事長 這裡的總經理 都是由官方派的 這些責任 怎麼會讓員工 去承擔這樣的責任 替他撐黑傘的人 象徵著無法無天 這位空服員 但替他撐傘的人 同樣也是華航的空服員 但是他在兩年前 為了替勞工爭取權利 公司不斷的缺額派遣 逼員工超時工作 壓縮工休息時間 卓仲偉先生 他站出來替大家爭取 卻被華航公司解僱 所以我們今天 特別邀請他來替張書元撐傘 我認為這是有成先起後的意義 我們要在這裡告訴華航公司 我們絕對不會退縮 他們的訴求應該是冷靜下來 靜下來我們來討論 不是透過這種比較激烈的方式 那麼來表達到訴求 那麼真的要冷靜下來 而且要回歸到我們的專業 提供給旅客非常安全 跟優質的服務 當然對於我們公司的內部 在內部溝通方面 我們一定要再加強 我們就是因為內部溝通不足 做得不好 我們一定會在內部溝通這種加強 我們要給旅客一個非常安全 也非常安全 非常好的服務的一個環境 但是他們用這種比較激烈的方式 我想各位 如果你們搭飛機 你也不願意碰到這種情況 今年的聯同獎金是優於去年 只是我們的發放的方式 有公司這個財務上的考量 所以可能也是誤會 這是我們要加強的